7月29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 印发了关于坚决打击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就业歧视的紧急通知 对禁止新冠康复者就业歧视 做出细化规定和工作部署 具体的这个文件呢 主要可以概括为一个不得四个严禁 一个不得呢就是除了因疫情防控需要 并科学合理设置新冠病毒检测核酸检测信息查询期限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非法查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四个严禁即严禁发布含有歧视新冠康复者内容的招聘信息 严禁以新冠病毒检测历史阳性为由 拒绝招用新冠康复者 严禁在劳动者入职和用工过程中 对新冠康复者实施就业歧视 严禁随意违法辞退 解聘新冠康复者 对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将采取行政约谈 通报曝光 行政处罚等有利措施 发现一起 处理一起 我们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 切实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